出租 出租還是出租 來到士林商圈 從文林路街邊店 到附近巷弄內 隨處可見店面再招租 不過在福德路和大東路交叉口 卻有個店面特別鮮艷 鄰近士林國小 這個三角窗店面 屋齡約五十年 坪數約四十九坪 每個月租金十二萬元 不過他們主打第一個月 不用付租金 租下店面直接現省十二萬 真有這麼好康嗎 來到足舞網站仔細看 才發現有備註 簽長約者第一個月租金免費 不過包含在裝潢修繕期內 在地墊家跟我們分享 目前士林商圈生意 只恢復到疫情前的六成左右 最近因為白天天氣熱 午後又下雨 平日人潮明顯變少 空置大概都集中在文林路路上 主要原因是說 他大部分都屬於透天的 那個大型的店面 那大型店面他投資下去的時候 他的投資裝潢啊 的那個價錢是非常多的 所以他並沒有回到全身的狀況 在這個狀況下 我想那個就是說 業主們他也會擔心說 我投資下去的時候 會血本無歸 當地房仲說 目前士林夜市周邊 單品店租落在四到五千元 行情大不如前 甚至有部分房東降價讓利 士林商圈要想恢復往日 榮景 短期內恐怕仍有難度 三內新聞 反狀熱疫情台北報導